这个是我们讲怎么来看赛道 那么对于我们教育行业来讲 我们归结主要影响 我们去判断投资逻辑的几个宏观影响因素 是这些 一共五个 首先是国家政策的影响 那么刚才其实我已经提到了 像民促法 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国家政策的影响 那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 那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第二 像这个二胎政策 这也是一个对我们的这个整个行业 有一个非常本质性的影响的这样的政策 这个影响不必说 我们已经看到了16年的这个婴儿的出生数字 一下子有了一个大幅的提升 比之前是这个增加了大约200万的新生的这个婴幼儿 所以现在为什么说大家可能有关注新闻 会发现很多的上市公司 很多的投资机构都超级关注0到3岁以及幼儿园 这是一个因为有刚需 说白了就是供不应求 就是多生了很多的小孩 但是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 因为已有的这个幼儿园的体量的限制 没有幼儿园上 这对于家长来讲 这是一个刚需的问题 比如说高考政策的改革 那么刚刚这个江苏 他们已经把这个计算机科学 作为这个高考的科目之一 那么这个就对于市场的竞争格局 会有一个巨大的变化 那么本来这个市场 比如说这个青少年编程的这个市场 比如说这个青少年的这个 这个计算机课程学习的这个市场 那么一下子因为了这个刚需 一下子创造出来了一个更大的空间 这个也是我们投资人非常关注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市场的体量 这个市场的体量是怎么计算的呢 因为我们都希望能够去投出独角兽 我们都希望能够投出一个足够大的这样的一个企业 那么首先我们就要去选择一个足够大的市场 为什么说现在 为什么我们的这个两家 原来啊 现在不是的 就是最老牌的两家超过百亿美金市值的公司 新东方 好未来 他们俩都具备什么样的特点 他们都做了K12 当然新东方是后来做的 但是他们都把住了这个K12 那么K12其实在中国很长时间以来 一直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教育领域的一个赛道 所以呢 虽然这个K12现在其实很红海 但是还是不断的有人进来 因为这个市场是足够大 那么我看的这个项目呢 他就是利用现在的这个改革 所孕育出来的一个公立学校 需要给学生上外教口语 但是他们又没有这个资源 所以他做的这个项目就很讨巧 就是应一个需求而生 那他做的这个项目就是专门把外教的课程 外教的网络课程提供给公立学校 由公立学校来买单 2B 这是一个2B的业务 它并不是2C的业务 并不是这个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像VIPKids 然后像这个51talk他们那个红海市场 但是我是想说就是大家一定要善于捕捉商业机会 那么发现这种原来没有没有过的需求 那么抓住这个没有的需求 假如你的条件你的团队的条件 然后你们的这个团队的基因可以跟创造这个需求相匹配的话 就要勇敢的扑上去 那么讲完政策 那么人口因素 那一个人口因素 刚才我已经讲了二胎政策的影响 大家都看得到 同时呢也要去看这个历史数据 比如说这个我们做这个数据分析 可以看到就是从这个83年到86年的这个中国的人口 有一个小的高峰 基本上那几年都是持续2400万的这个新生 新生的这个这个人口的这个数量 所以当这代人他们又成为父母的时候 就自然也会再创造一个生育的高峰 那么消费者的需求的变化 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特别开心看到的 也是我每次都想跟大家分享的 现在真是到了一个产业升级的时候 对于我们教育行业来说 那么最根本的因素之一 就是托起这个产业升级的因素之一 其实就是消费者需求的变化 那么我们发现那20年前 那你是这个60后的家长 那他们60后的家长 后来演变到70后的家长 然后到了80后 到了90后 现在到了90后和80后的家长 那他们的消费习惯 他们的教育观念 他们对于孩子的教育需求 其实跟60后的家长 70后的家长有本质的区别 那么对于这一代人 他们的很多 那像我我是80后 那像我 然后像我的很多朋友 我们本身就是出国流过血 那么他们或者是很 有很多人他都受过大学教育 或者是有自己的亲戚朋友 然后是在国外的 那同时他获取信息的能力 比60后和70后的家长都要强得多 他有非常强的这个 尤其是在这个互联网上 去获取信息的能力 那么他们看中的是什么 他们看中的是优质的教育资源 就是他们的世界观 他们的价值观和他们所处的环境 以及他们对于技术的这个熟悉度 就注定了他们对于教育产品 对于自己孩子的教育产品 他有着完全不一样的需求 新一代的消费者升级的过程中 那他们会去关注更多的素质类的教育 他们会去关注更多的国际化的教育 注意 国际化的教育 那么里面其实是包括了 也包括了素质教育 那也包括了国际学校 大家可能会知道 那么近一两年来 有大量的资本是拥入到了 这个去建这个私立的国际学校的这个大潮中 那原因是什么 就是这代家长 他们对于国际教育 有着非常强的这个偏好 那么基本上是在 很多家长是在 孩子已经是在小学的时候 就已经注定了 OK我的孩子以后是要到国外去读大学的 所以没有问题 我希望他有优质的 这个受优质的教育 我不希望孩子再去像我一样 当时辛辛苦苦的去走高考这条路 因为他以后反正也是要到国外去的 那么OK我就找一个 这个老师比较关爱孩子的 比较好环境的 虽然收费高一些的 这种国际学校私立学校 然后去让他受教育 或者是说有的家长 那会让孩子现在低龄留学 这个非常的普遍 也是一个很大的趋势 那么他可能让这个孩子 高中就出国去读书了 或者是这个初中 甚至就出国去读书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大的趋势 那么这代人的话 他的消费能力很强 尤其是现在 那么很多90后是这个 是一个小孩 就90后的家长的这个孩子 但是是所有的这个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 爸爸妈妈 然后两边所有的人 然后其实都是在供养的这个孩子 然后所以他们的消费意愿 和消费能力 都是前所未有的旺盛 那么那他们对于消费的质量 有低高的要求 那么尤其这个体现在 这个一线城市 所以我们未来看好的是什么 我们未来高度看好 可以有非常好的品牌的 这样的教育产品 因为品牌本身就是品质的一个象征 那么这代家长 他们的选择也是这样的 一方面他们是要去看口碑 另外一方面 他们更相信大的品牌 所能给他们孩子带来的这种优质的 这个教育资源 同时呢 那么我刚才讲 也是因为这代人 他们作为父母 他们的消费理念 他们对于教育的理念 有了根本的变化 所以才促生出来了 现在这么多细分赛道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营地教育 这个细分领域 这个细分领域的话 在五年前其实是不 基本上不存在的 之前的话有什么 有这个叫游学 对吧 那你像那个EF的游学 和新东方的游学 都算是做得不错的 还有一家那个 世纪明德 都是属于游学公司 但是之前没有过 营地教育这个概念 是到了现在 现在一下子 这个概念 被大家很多的提及 是为什么 是因为原来的消费者 原来的父母 他们本身不知道 什么是营地 是这一代80后90后的家长 那么有人出过国 看到了国外的营地 因为国外是有营地教育的 不管是在美国 在加拿大 还是在欧洲 还是在日本 他是有营地教育的 有了这个概念 那么更多的家长 然后他有了这个概念之后 他更接受 这种教育的方式 他会觉得 对啊 我这个孩子 他可以去到营地 然后可以去接受 一个同军的 这样的一个训练 他可以有这个 独立生存的能力 他有野外生存的能力 同时他如果是一个 如果是一个 这个美国老师 外教的营地的话 他还可以学英语 所以不同的消费者 决定了不同的消费理念 那么也决定了 说我们的产业 有升级的希望 因为有原来 从来没有过的 这个 细分的赛道出现了 像我今年看的 几个营地项目 都不错 那么里面有主打外教的 然后有主打 这个 这个IP化品牌的 都有 那么这个概念 这个领域呢 又是原来没有的 所以希望大家呢 就是平时在扎根于自己的项目的同时 也要多去看看外面 要多去看看外面 因为我 呃 我的感觉是 当你去做一个项目的老大的时候 你可能会把全身心都投入到这个项目里面啊 但是有的时候 假如你关注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啊 你假如能够把这些新的发展趋势跟你现有的业务相结合 或者是把你现有的业务进行一个迭代升级 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效果啊 所以大家现在这样就是经常 假如出来跟大家跟其他的人交流啊 然后来上上课 其实是非常好的啊 因为可以促进你的这个 这个思维观念的一个转变 可以站在另一个维度 另一个角度来看同一个事情 那么你看的结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非常重要的宏观因素的对比是不同国家的这个对比啊 那比如说国际化教育 国际教育也是我们高度看好的一个赛道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分析了 包括美国 包括日本 包括台湾啊 那么所有的这些世界上的这个主流国家 就是这个GDP 人均GDP比中国高的这些国家 主要的国家 那么我们发现啊 大家这些国家 尤其是亚洲的这些国家 包括台湾 包括韩国 包括日本啊 那么他们在这个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国际教育 留学教育上 他们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 那就是当他的人均GDP 从8000多 从8000多美金 然后到这个18000美金的这个阶段 那么他们有一个非常平滑的 一个向上的曲线 但是基本上 你比如说像台湾 当他到达人均GDP 18000美金的时候 他就开始这个数字 然后开始下跌 那么我们相信就是中国 有中国自己的特殊性 那么有我们宏观政策的特殊性 有我们自己的消费者的特殊性 但是还有很多事情 其实你是可以从历史的对比去看的 你可以从历史的趋势去看 你也可以从不同的国家的趋势去看 那么当我们进行了这样的分析之后 那么我们相信 OK 那中国现在处于一个人均GDP 8000多美金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那么虽然现在留学教育放缓 但是我们坚信这个赛道 应该最起码我们还可以再看几年的时间 五年到十年的时间 那么还有什么 就是技术革新 刚才这个我也跟大家分享到了 那么现在是有各种的技术 在每天在产生新的应用 那你像AI AI的话在一年前在教育圈里 在这个投资和创业圈里面的话 它还是一个概念大于应用的 这样的一个词 我记得这个一年前的时候 然后我跟这个 这个这个包括创新工厂 然后包括这个这个真格基金 我跟他们这个专门投教育项目的 这个这个朋友们一起在交流的时候 那他们有的人就说 说这个AI在中国 在教育领域里面很难实现 一个真正的应用 因为中国的教育的数据 是很难数据化的 那么我们讲 哪怕你是一个视频的课程 比如说这个目的课程 那你有的是什么 你就是这个视频的课程 那么你学生的这个数据 对于AI来讲 对于深度学习来讲 你是一定要把它做成 机器可以识别的数据和语言 那么在那个时候 我们看到AI的应用 看起来还是一个 跟教育的结合 还是一个比较远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 可是到今年情况就不一样了 那今年的话 我们已经看到几个项目 这个有国外的团队做的项目 针对中国市场做的项目 有中国的团队做的项目 都有了非常大的改观 那么有一些这个教育的 这种自适应体系 其实是AI加大数据 这种自适应体系 已经跑起来了 而且已经跑得很好了 那么上一次在艾瑞 我也跟这个医学教育的 这个创始人 丽浩良 丽老师 然后在沟通 那么他做的这个 这个这个医学教育呢 也是基于AI 和这个自适应体系 那他已经 他融了那个天使轮 是2.7个亿 那么他的这个项目 我上次在跟他交流的时候 也已经跑通了 他们现在已经 已经过了研发的这个阶段 那么已经开始落地了 所以希望大家 就是在看你自己的项目的时候 这不光是说 是我们看项目怎么看 对吧 其实你看待自己的项目 也完全可以放在 这些维度里面 看看你自己的项目 在大政策的条件下 人口红利的条件下 消费者需求的条件下 不同国家对比数字 和这个技术革新的条件下 你的项目处于 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对吧 有没有哪些 是你没有抓住的这个需求 有没有哪些 是你可以去做的这种创新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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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